那你有沒有想過說我得獎要怎麼慶祝 因為我得獎我其實要 我參加金鐘獎其實是應聘的 因為我那天本來是新加坡演唱會的總裁 我前一天就要飛去了 然後後來大家就是全部都鼓勵我 我應該咬牙應試去參加 然後參加完之後呢 因為典禮結束一定是晚上再去慶功宴 然後我不小心得獎 慶功宴一定會狂歡到底 然後第二天的飛機呢 是五點就要出發去機場那一種 所以可能根本就不用睡覺 然後在飛機上短短睡四個小時一到 就要立刻裝髮 然後就演唱會就開場了 就要在上面狂跳三個小時 所以我想應該就是靠意志力去撐 但是如果真的拿著獎去的話 我想新加坡歌迷一定很開心 而且我在台上應該從頭哭到尾 然後賈界得獎很累然後就在那邊哭 但是很想帶這個喜悅去跟他們分享 這張體力是OK的嗎 我後來發現其實意志力有時候強過體力 像我在香港就是之前我們也是連辦三場演唱會 就是這也是之前都沒有辦法的 但是咬牙一撐好像也可以辦得到 對 等下最近有關係小孩子嗎 呃 你是說 對她的這個風波以來 呃 就是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做些什麼啦 對 對 想幫她加油打氣 一定的啊 一定會幫她加油打氣 對 對 今天又穿上禮服 會不會祝福自己另外一個好姐妹 也能夠早日這樣 成雙成分 其實我一直不斷在給她祝福 因為我們在演唱會上的衣服 很多都是 比較禮服的樣子 然後有一些歌曲 像我們有一首歌叫幸福留言 就是是我們很早期大概第二張還是第三張專輯的歌 然後現在看來就覺得歌詞跟我們好搭喔 就是 就是 祝姐妹找到幸福那種 然後每一次我都會要求歌迷跟我一起送給她祝福 希望這萬人集氣 集集有用 謝謝 謝謝大家